为什么吕布一定要配当风吹绝 为什么当风是三十旅的核心 吕布有能力在一回合把对面砍死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前面大家都会带暂避其风和御敌屏障 还有这个军民 在这种高额的减伤的前提之下 吕布是砍不死人的 因为可能达到90%的兵刃减伤 你说你怎么打得死 打不死对吧 但是你一旦当风破掉对面的军民啊 暂避啊之类的减伤战法 吕布一个天下无双直接一发入魂 游戏结束战斗 这就是为什么吕布一定要配当风的原因 而其他任何队伍啊 或许张辽有这个能力啊 直接爆头 其他的可能都没有这个能力 明白吗 你还有很多就是说 哎呀法师带这个当风兵武 那是那是说什么 共存之下的考量啊 优先如果要玩三旅 玩这种速攻队 当风还是优先给速攻 给这种能一回合解决战斗 有这种能力的队伍 而慢速队没有当风 其实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重要 当风有很多 就是不能说有替代品吧 你有很多选择 法师有很多选择 当风不是法师的最优解 但是当风一定是张辽 一定是吕布的最优解 明白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吕布也好 张辽也好 要带当风的原因 多于再聊一下这个吕布 这个三世吕啊 多于再聊一下这个三世吕 就是这个三世吕纯粹是说 开荒转型过渡 非常的舒服的一个三世吕 但他其实并不是三世吕的一个最佳形态 他可以说是三世吕的一个入门形态啊 我比较 就是说入门形态吧 更好的情况是什么 夏侯渊换太史词换国家 都会比夏侯渊更好 而且当风一定是必备的 还是那句话 就算带夏侯渊 这个位置当风也是最好的选择 好吧 所以综上所述啊 记得记得改一下战法 就比如说这个吴奇 能不能带当风 其实也是能带的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 吴奇他轮不到他带当风 很多其他的三世吕的 别的速攻队啊 或者张辽的那种队伍啊 他就把当风抢掉了 如果说你其他所有的 没有什么速攻队啊 你三队伍不抢这个当风 灵统是可以带当风的 比如说当风加卧薪长胆 当风加这个卓刀 当风加呃 什么纵兵截略啊 怎么都好就举个例子 然后香香去裸一 裸一这个百旗输出啊 他这个这个组合也是可以的啊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 这个灵统是个负C啊 带当风其实是相当于 舍弃了一定伤害的 而灵统是稳定吃到自己 国式降风的增伤效果的 一旦香香没有吃到 国式降风的增伤 灵统如果带其他输出战法 举例子 破军横扫 那灵统就能承担一个负C的定位 啊 你一旦 国式降风给到周泰了 没有给到香香 灵统 破军横扫千军 这个输出伤害是非常可观的 甚至会大于香香 在这种情况下 灵统带当风的 几率就又变少了 这是为什么 无奇不带当风的原因 但并不代表无奇带不了 如果你的无奇很红 你的输出是很足够的 无奇依然是 也是推荐带当风的 但是这个要考虑 共存和你的取舍问题